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日前以涉及重大人權侵犯為由 宣布制裁中共新疆公安廳 以及4名中共高官 7月13號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布 將回擊報復 聲稱制裁美國國務院 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以及3名對中共強硬的國會議員 美國上週宣布的制裁措施 包括凍結新疆公安廳 和4名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的在美資產 並禁止入境 而華春瑩聲稱要對等制裁 令人費解中共的對等制裁要如何實施 不同於中共高官 普遍將資產和子女家屬送往海外 美國正要將資產和親屬放置在中國的情況 極其罕見 有網友故意問怎樣制裁 非常想瞭解細節 還有人諷刺美國怎麼做 中共就同樣怎麼報復嗎 如果美國和台灣建交 中共會報復性的河水建交 香港美國商會7月13號公布了一項調查報告 顯示絕大多數在香港的美國公司 對港版國安法感到憂慮 這項調查在7月6號至8號 港版國安法公布後進行 近80%的受訪者對港版國安法感到憂慮 約49%的受訪者認為 國安法會對他們的公司業務產生負面影響 約30%的人考慮將資產 資源和業務撤離香港 還有5%的人考慮在短時間內離開香港 好 下面請看本期的時事禁聞 當然 谢谢观看